美国一周内接连发生两起重大的枪击暴力事件 严重威胁民众的生命安全 备受争议的枪支管支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 美国总统拜登呼吁国会通过枪支管控法案 禁止攻击性的武器和大容量的弹药的销售 同时消除购买枪支个人背景调查的程序漏洞 枪手血洗科罗拉多州一家连锁超市 夺走十条人命再次敲响社区安全警钟 经过初步调查后警方已经掌握凶徒的身份 同时公布十名年龄介于20到65岁的死者名单 不过枪手的干案动机还有待调查 美国接连发生枪击命案 民众人心惶惶 社运分子担心这种现象将沦为新常态 继而要求政府收紧枪械管制措施 遏制枪支泛滥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枪控法案一直是民主共和两党争斗的焦点之一 随着新政府上台 总统拜登星期二就克罗拉多州枪击案发表讲话时 表明将继续督促参众两院 尽快完成枪支改革法案 加强对枪支销售和转账的个人背景调查 防止悲剧重演 项驴两党在空腔刻地上历来不咬闲 在拜登政府支持下 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问 11号通过两项加强买枪背景调查的法案 由于两党在参议院各占50席 美国媒体预测 这两项法案很难在参议院闯关成功 因为无法达到所需的60票门槛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